英国迎来繁忙时期之际 多个主要机场 这个周末确实出现了严峻的状况 由于边境系统大瘫痪 扫描护照的自动边境闸门出现了故障 大批入境的旅客是被迫排队苦等 面临长时间的掩护 由于电子通关系统故障 英国境内最繁忙的机场 包括了伦敦西斯罗机场 还有盖威克机场的电子通关闸门 都停止运作 所有的旅客都必须要通过工作人员 来手动处理入境的手续 结束长途飞行的旅客 只能够拖着疲惫的身躯 在入境处来排队 等候好几个小时 有些人更是因此耽误了其他的航班 现场是怨声载道 根据了解 英国目前正值繁忙时期 除了会再来临星期一 迎来春季银行假期 中小学的期中休假 也会从下个星期开始